有著好青年農民對基礎水電有經加多了解 水拿青龍紅煙粉紅煙鏡 基盤水電設備的相關庫定 不然向客觀分享經營農場的經驗 也跟大家討論設備發生狀況時 可以如何進行處理 減少順序 那一條可能是三四個垮句 大家聽到青龍紅煙鏡的經驗分享 也在庫定中討論管理農電的方法 這是由水拿青龍紅煙粉紅煙鏡基盤的庫定 當中不然是教大家基礎水電的相關庫定 也在庫定中分享創業的經驗 希望讓來參加的學員 可以對水電設備有更多的了解 也在發生狀況時可以馬上處理 必然順序 上完課的話我們照基本操作的話 我們可以即時的先做處理 那如果說比較沒辦法處理的 也可以暫時把它處理起來 等到後面在清水電視出來處理這樣 我這次上課的部分呢 跟我原本的專業差很多 因為我原本我現在是員藝講師 那現在呢我想要擴展我的那個領域 然後我想說要來蓋個溫室 那在這邊我學習到很多溫室的相關經驗 那對我未來蓋溫室也有非常大的幫助 謝謝 將來維護管理啊 整體的成本會比較節省 那如果能夠再出席規劃就把 就把獎師講的這一些經驗值 給考慮進去的話 對未來風險的控制 都能夠比較下降這樣子 黃昂金表示 這面確定不僅是教大家的基礎水電的滴血 也透過確定教大家的 分享創業七年的經驗和設備的維護 讓校園可以在未來有更多元的發展 在管理農電的時候 也可以減少工作上的負擔和損失 也讓年輕人可以更加懷疑中屬農業 我們在這創業的七年來 我們所經歷的 無論是在設備上的建設 它的損耗 它的維護 這一些相關的經驗 到最後我們自己有能力 去開發一些自動化設備 比如說PLC的控制 環控養液系統 那我們也慢慢把它簡化為 半自動化機械式的 比如說幫助我們農友 有一個自己 半自動化機械式的一個設備 自己去做DIY 控制的一個程序 這一個能力 多多方面的應用 來減少它後續在管理上的成本 以及人力上的一個耗損 透過紅煙分 紅煙境的經驗分向 讓來參加確定的成功 可以對財政工作的管理 和基礎水電的處理有更多的了解 也在發行狀況的時候 可以馬上處理 劈面更大順序 穩定收益 記者 等下 新彩虹報道